Hello,大家好,我是Fiona 今天的视频是一个干货加种草贴 是告诉你怎么样在未来第四季度那么多打折促销 如何快速提高网购成功率 看完这个视频,接下去促销的时候 你下手就是志在必得,百发百中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 我现在去线下实体店试穿之后购买的瓶次 是越来越少了,我90%以上的东西都是网购的 我自己买的也好,品牌寄给我的也好 我每个月都会退掉非常非常多的衣服 总结出来了品类上安全指数从高到低的一个网购指南 我觉得成功率最高的品类是包 其次呢是上衣,就各种比如说毛衣T恤 再次呢是配饰,包括皮带,饰品,围巾 接下去三类呢就相对来说最好要去试一试 鞋,大衣外套,还有裤子 第一个品类,包 作为一个金牛座,我发现 我这两年是越来越会买包了 在买包的过程中,不买贵的,只买对的 我拿出来三个我这两年网购的包 你们就会知道,我真的很棒,很准 第一个,Chloe的Woody 哇,我今年网购买了它以后 真的一直不停不停地在背 我这个是中号,36x27,这个真的非常非常推荐大家买 每一个买过的都说好 第二个,Louisville的这个Kubi 我这个是小号,它还有一个中号,中号是可以放电脑的 在我买包的路程当中,我觉得网购包大家可以多考虑 其实单价不是很高的,这一类繁布包 再有一个就是我买包路程上里程碑式的顺利 Giazana的这个枸杞包,它的产量真的非常非常小 以上这三个是我近两年的一个买包比较胜利的果实 而且其实这三个包从奢侈品包的单价上来说都是OK的 再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是我最近下单的 一个是Burberry的这个圆饼小包 它也是单价在Burberry的包里面不是特别高 帆布的,背的人不是特别多,但是辨识度又特别高 配什么都可以,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背 造型上是圆饼的关系,所以哪怕是最简单的帆布和logo设计 也显得这个包非常的可爱,很别致 然后呢,大包成功案例,我最近的成功案例就是这一款 Velxtra的中号水桶包,可以放电脑 真的,而且它这个长度正好可以放A4的一个文件夹档案袋 造型非常低调简约,就是这样子一个水桶 前面有这样子一个口袋,正好现在特别适合放口罩 而且它前面这个烫金logo是一排数字,都不是品牌的一个标志 真的非常非常的低调,而且完全不挑风格 就是你穿运动装,穿卫衣也可以背 穿稍微正式一点的大衣,风衣,西装都可以背 完全不挑风格,很简约很简约的一个包 买大包的时候,看好包的一个长宽高 找我这样身高163的博主,多看我这样子的上升图 脑补你的,我觉得买包的成功率就会大幅上升 举个例子,一般像这种大电商都会有这种附带的一个大盒子 像这个是意大利的LVR,包税直游,并且14天内免费退换 第二类大粗的时候,大家可以重点看 比较成功率高的品类,就是上衣 深色比浅色成功率高 因为浅色你需要面对就是,比如说 是不是透啊,食物质感是不是好这个问题 安全牌就是深色黑白 像这一件这种黑白大条纹的,很难不好看 形非常好看,而且非常醒目的那种 两年每年大粗的时候,像类似emmy啊或者小狐狸 这种带小logo的又基本款的品牌就卖的特别好 因为就是成功率会比较高 这是男款的em,他们家就是这种基本款 然后呢,如果你尺寸买大一点,是男女同款都可以穿的 我个人觉得是深色配红爱心是最好看的 小爱心就会比较秀气,大爱心就会比较时尚 这两件大家可以弹幕投票一下 你们觉得是高领的大爱心好看 还是原领的小爱心好看 再有就是一个面料的问题 面料关键要看,有没有马海毛 很多妹子在这个问题上是旅败旅战旅战旅败 如果你过往在马海毛上面有不是很爽的经历 真的,你觉得很渣 你看到马海毛,你真的就应该跳过 比如说这两件,大家觉得哪一件成功率会比较高 这种好看朦朦朧的效果就是要靠马海毛来完成的 你网图如果看到这种毛茸茸的 还有那种马海毛感觉的 如果你敏感就要慎重 这个100%美丽度羊毛的 肤感就会好非常多,不渣 这个70%羊毛,30%羊绒 肤感就会更加好,更加丝滑一点 羊绒作为面料界的软黄金 我自己在打折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那种面料成分 本身比较好的牌子 就像这样子一件打底啊,你什么时候拿出来 穿都不会过时 所以秋冬买毛衣 款式看好了之后面料一定一定要看 除了深色一色的安全牌 如果是讲带一点设计感线条图案的毛衣 那种好几个颜色拼在一起的所谓设计感毛衣 在现实生活中抛开滤镜的话 就会安全系数低一点 这种同一个色系 带一点点简单线条勾勒的 就会成功率比较高 重点关注那种有好几种穿法的衣服 比如说像这个 它一样是漏肩毛衣 这一件也很好看呀 但一样是黑色打底 这一件因为两边肩膀有着一排扣子的设计 你就获得了一二三四五 至少五种穿法 下一个品牌 给大家很容易在大粗的时候忘掉 但它其实是在下单率高的这个范畴内的 就是配饰 我买下来成功率最高的毋庸置疑 就是各种围巾 这就是皮带 皮带真的就是成功率非常高 并且你可以用很多很多年 特别是质感好的 像这一条是我大概两三年前买的 Acne 到现在质感都非常好 然后这一条是YSL 是我最近买的 皮带基本上你就是棕色一条主打的 黑色一条主打的 就可以用非常多年 然后第三个就是首饰 首饰每年黑五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有那种七五折八折 这样子的优惠 我身上带的是Misoma 感谢老东家赞助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要说成功率最高下单必入的 就是这个方形蛇骨链 一年四季都可以带 搭配所有的饰品都可以 方形的嘛 所以各个角度都会有这种闪光的光泽 方形蛇骨链就可以作为基础 叠搭各种比较适合秋冬的长款的毛衣链 它是定制的这种镂空字母 你可以选自己的字母 然后它上面有三个比较细碎的小珍珠 作为点缀 这个白色的珍珠母贝也非常适合 风泽感非常好 秋冬带起来非常吸睛很提亮 像这种白色配饰 你过度到夏天也很好搭配 它其实都有各种这样子的小吊坠 你可以去叠搭搭配 挂一颗这个小爱心 可爱度完全提升 可以脱卸的嘛 戴就是这样的基础款方形耳圈 但是呢把它挂回去 这样的小爱心吊坠耳环 包括如果你是前两年买的这种基础款的蛇骨链 你也可以给它配一个这种单颗的巴洛克珍珠 这个时候你就多了一个珍珠项链 所以说大家是那种一加一大于三大于四 这样的可以混合搭配的方式 这个是他们今年官网销量最好的一对 扭扭金色耳环 它单带就是非常基础款的这种圈圈 那也可以加上刚才的这个吊坠 把它变成一个珍珠耳环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 买配饰的时候会送这样子的专业清洁布 特别是在潮湿地区 大家有这样一块专业清洁布 有的时候像这样子的戒指上面 它是会有些氧化物 你只要稍微擦一擦 就可以把上面的这个氧化物擦掉 让戒指变得非常的亮 下面呢就进入到隐藏成功率低的三个品类 第一个是鞋子 鞋子真的就是不同的牌子偏码 搞不清楚 比如说以毛毛鞋为例 两个都是毛毛鞋 我都买的37 这一双毛毛鞋就偏大了 这一双毛毛鞋就偏小了 这个是博肯鞋 我买的是37 就是刚好也可以穿 但因为里面有一圈毛毛的关系 其实说你秋冬配袜子的话 是38会更加舒服 那是大衣 秋冬的大衣作为单价比较高 不是真的很容易踩雷 像我现在手上这两件黑大衣 一件是明显我驾驭起来 会有一些类的长款 一件呢是比较安全牌的这种中长款 你们觉得哪个好看 这个长就长得非常的有派头 但是我163嘛就是它真的会有种要拖到地上的感觉 秋冬买大衣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看这件衣服的衣长是怎么样的 很喜欢这件衣服的这个领子 就是最简单这样子的 没有任何的翻领 或是1米7以上的女生穿真的绝绝紫 但我163去穿它就会有那么一点点力不从心 很多那种日本小个子女生 有些会推荐大家穿这种就是非常长 像这样子全长的大衣 反而好像看上去比较的提个子 这个是拍摄中是这样子 但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过长的大衣 会有那么一点点难驾驭的 相对来说这种中长款的大衣 我身上现在这一件就会好很多 再有拿除了黑色系大衣就是彩色系大衣 彩色系大衣最怕的就是色差问题 像这一件我拿到手以后非常惊喜 因为这个黄色很少见 它非常非常的提亮 因为秋龙棕色系大衣很常见嘛 但这一件像这个黄色的大衣 真的整个人的气场非常大 很亮眼 这个牌子叫Low Low Studio 大家可以重点去看一看 我这个视频里面有两个单品 白色的上衣和这件大衣都是这个牌子的 真的非常惊喜 他们家的用料非常好 然后版型呢也是很大气 然后可以穿很久的那种版型 最后呢就是裤子 很多网上好看的红的裤子 我去试都不行 可以先找到一条裤子 是你平时最喜欢的 它的裤长也很合适的 重点关注一个尺寸 就是内长尺寸 内长指的是从裆部这里 到它裤脚管的地方 这个长度 那我的话差不多是内长 七十上下的裤子是可以穿 比如说六七六八在我身上 就是那种九分的效果 如果七二七三的话 就会略微拖地这样的一个效果 大电商官网模特真的很爱用 一米七十八的模特作为模特 他们穿裤子什么样 跟我们穿裤子什么样能一样吗 白色的牛仔裤相对来说是最难挑的 在我现在手上这一条 我选的就不是特别的成功 它是这样子宽腿阔腿的 乍一看还可以 但它因为是一条中腰的牛仔裤 就不是很高腰 就不是特别符合我拉长比例 这么一个效果 同样是网购牛仔裤 我现在身上这条蓝色高腰的成功率 就一下子高了很多 深色系本身就有一个收敛显瘦的作用 还有大家如果在买裤子的时候 觉得腰围尺寸很困难 大家可以多看看这种松紧带的裤子 松紧带的裤子相对来说兼容性就会很好 差一个尺码有的时候你也都可以穿 然后像这种黑色拖地裤 也是秋冬很必备 然后非常百搭的 你下面穿这样一条黑色裤子 就是可以闭眼出门的那种 好那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 大家可以一边看搭配的过程中 一边我们一起理一理思路 在之后黑舞的时候大促 大家可以重点看什么品类 先买什么品类成功率会比较高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视频再见 拜拜